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佳捷的這一部車子 是2013年買的 2013年是花了170萬買的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他已經頭在痛了 好 來 我們第一個 先看一下龐德 龐德給予他115萬 接下來這個更嚴苛一點 那個寶哥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你給的價格 其實都還滿低的 這是車商 其實 寶哥給他100萬 這一類型的車是2004年 到了2008年就停產了 就改款 就大改款了 所以他算是末代 再來因為他這部車 我要強調 他不是我們台灣總代理的 當然他的優勢從日本進來 所以他的年份如果確認是07年 然後里程確認是7萬多 他的價值現在可以佔上100萬 如果是總代理的話 現在應該是到120到130萬的行情 不過我剛剛看了一下他的外表 內裝我給他評價是非常好 為什麼有一個三顆半呢 他這部車本來我今天來說 我本來想給他這個車是7 80萬而已 可是我剛剛看了他的裡面的內裝 他的外表呢 讓我截然心動 應該有100萬的行情 那個是他在介紹 待會兒那個 我們專家出去介紹一部 自己的車子 通常都會稍微討報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蔡老師的話給140萬 因為他是佳姐的關係 其實我對行情不是那麼在行 那為什麼會給140呢 是因為他去年買入是170嘛 那我從他的170來折價 那折個30萬剩下140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場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他其實畢竟 開的這個里程數並沒有很多 我相信他保養的應該算是不錯 就是跟當時進進來的狀況 應該是滿像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請這個乃哥呢 幫我們好好來仔細看一下 他從外觀上面來看的話 這台車子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好 我是張乃婷 今天很高興的來介紹 賓士CLS這台車 聽說他是一個大美女的車主 那我也會好好的來 給他進行孤降 我們首先要先來了解一下 CLS是怎麼來的 他是2003年的時候 賓士推出一個概念車 他的概念呢 就是要做一個四座的四門跑車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跑車都是雙門的 那為什麼要做一個四門的跑車呢 因為賓士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我需要一個防車的舒適 跟防車的功能 然後但是卻有跑車的感覺 所以CLS就是這樣誕生 最大改款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車頭跟車尾 那在車頭車燈的部分 我一看就知道 他是第一代原廠代號 W219的一個車型 那所以這一部車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用了E-Class的底盤 但是他把軸距拉長了將近15公分 他也造就了他非常漂亮的一個弧線出來 然後我們也看到 他是長車頭短車尾的設計 這完全就是一個跑車的設計 但是他有了四門之後 讓他的功能性更高 購買一台轎跑車最怕的就是被撞 那我們在看這部車的車頭的時候 我們只看到一些小小的插傷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知道這個車頭有沒有撞過 我們打開引擎蓋 可以先檢查一下 這最前面的這個水箱的橫樑 那我們看到這水箱護照換過 所以這些螺絲呢 是有經過鎖過的痕跡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還是在這個橫樑 這個橫樑上面所有的螺絲 都還保持原廠沒有經過跟動的痕跡 所以代表他水箱橫樑是沒有大狀 那我們再看側面 最常發生更換葉子板或引擎帶的問題 我們在旁邊也可以看到 他的那個所有的這些膠條都還在 然後包括螺絲都沒有鎖過的痕跡 所以基本上這台車的正車頭 是沒有經過大狀 他只有更換水箱護照的造型 剛剛我已經大概檢查過 他整個車身側面的板件跟鞏鏈的部分 我們發現他也沒有經過更換 或者是重新補過的痕跡 所以代表他整個車面都沒有經過大狀過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他配置了一個AMG19吋的鋁圈 但是他的鋁圈可能有一些受損 可能這在未來的價錢上 可能會有一些調整 那我們到後面來看的話 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AMG的LOGO在這邊 但是我們直接只要看到排氣管 跟他的下校園就知道 他根本不是一台AMG19 我們看完了外觀之後 我們來看看內裝 在賓士CLS的內裝上面的話 他還是保持著賓士一貫的鋪塵 喜歡CLS的朋友們 可能會為他的外觀所吸引 但是到了內部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一個雖然康達相近5米的一台轎跑車 他的車頂是非常低的 他的空間感並不會是傳統房車那麼好 但是因為他拉長的軸距 他四個位置 四座的腳步空間都是很OK的 差別只在於頭部的空間 他在儀表板的設計 是一個採用古典的方式 在那個時代是還算不錯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CLS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他沒有使用了大量 像現在的車大量使用了很多 電子的系統跟配備 譬如說他還是使用傳統式的 腳踏式的那個手剎車的位置 好 那他在這台車我可以看見 他的保養跟維護 都是還是維持冰式一貫的品質 所以他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要挑一些問題出來的話 我覺得真正的問題 大概會出現在這裡 其實嘉惠說實在 我看到後面這個那個 乃哥去幫你試駕以後 看了那台車子以後 我還是覺得你還是滿足你自己 你根本不是滿足小孩吧 你如果說要滿足小孩的話 要載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這台車子看起來 也不太像是那種 會載小孩子的車子 有啊 有Baby in car 你只有那個 然後再加裝一個小孩子的車子 你看那個乃哥進去以後 你說這其實裡面的內裝 跟他的底盤 其實空間感的話 其實比較像跑車的 因為他的設計 就是腿部空間是沒有問題 可是他頭部沒辦法 好 來 但是這裡面的話 我看那個車子的話是 有一個東西是做半套的而已 對啊 其實 就AMG嘛 對不對 只有那個Logo是AMG 但是所有的配備的話 不是AMG的 沒關係 我還是覺得它是AMG 可是那個是 日本本來就是這樣子嗎 我們只要說這一個CLS CLS 350跟CLS AMG 價格差一倍 一個700多萬 一個400多萬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人買不起AMG 所以原廠會推了一個 一個所謂的AMG Line 就是它的整個外觀套件 對 然後讓你覺得說 我擁有這個最高頂級的一個 車型的外觀 但是我的性能可能我不用到 像蔡老師一樣 所以它的引擎沒有到AMG就對了 對 它不是63的引擎 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在看佳傑的車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最大的問題是 你車頭是 車子的那個輪圈也是19吋 因為原廠的350配的是17吋 19吋 然後當然有一些刮傷 然後我們到後面 然後看到AMG我也嚇一跳說 我第一次看到AMG那個LOGO 會生鏽 是嗎 AMG的LOGO會生鏽 所以 你坐在流氓區 真的還假的 是因為這樣子有關係嗎 當然不是 為什麼你看中間那一個LOGO 還有旁邊COS350的LOGO 都是亮麗如星 只有AMG那個LOGO 既然掉漆 真的嗎 那就代表是它是後來貼上去 而且還不是原廠的 佳傑你會不會是買到 他告訴你是AMG的 但是你其實不是買到AMG的東西 也不會 他跟他講是AVANGA 沒錯 他跟他講是AVANGA 對 好 那性能上面的話 是不是有差異 當然他350在這一代 就第一代 第一代CLS的話 他推的350 是他最入門的 然後當然之後 有推一個CL280 我就不講 那CL350是最低階 但是他也有270幾匹的馬力 剛剛那個乃哥的那一段話 已經讓現場我們其他的評審 我們的見價大師已經開始 降價了 大幅的降價 他們馬上寫下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們降的幅度到底多少 好 實際上我們要看看 這一台車子的一個性能 我們看一下乃哥 幫我們試駕的一個經過 這一部是用了V型六缸的引擎 它的那個馬力達到272匹 其實賓士在設計這台引擎的時候 它的設定配的是 7速機台的變速影響 這個變速箱其實我也蠻熟悉的 它在一二檔的時候的力量是蠻足夠的 那其實我們在看 在實際上一開 其實那時候我在外觀看的時候 我大概就知道這台車的表現 可能會有一些折扣 原因在這邊 是因為就算它是用AMG的版本 它還是用了18吋的鋁圈 但是我們這美麗的車主 它竟然換上19吋的輪圈 所以你可以聽到 它在這個行進間的那個 輪胎滾動的噪音比較大 然後它的路感也會變得非常明確 當然在起步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有稍微的重脫 然後我重彩油門 它大概降了兩個檔位 那照理說的話 它的這個七速變速箱的那個 反應還算不錯 然後等於說 它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只是比較擔心的是 它的前懸吊本來設定就是很短 因為它是用跑車的設定 那跑車的設定它的前懸吊短 又加上19吋的圈的時候 它的前懸吊可能會受到一些部分的影響 乃哥你剛剛在試駕的時候 試駕的時候其實是應該有一些問題 問題 有 問題還滿大的 因為就是說我覺得 這就是一般人搞不清楚的地方 它其實在第一代的原廠AMG 是配18吋的 它已經換到49吋 就是輪圈 對 已經算是二代的那個來配 但是它的輪圈一大 第一有個好處是外觀很好看 因為它的比例就會說車很大 輪子也很大 不會小小的看起來頭重腳輕 它這個外觀好看 但是在實際開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輪圈 因為我剛剛在影片中有說 CLS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 它跑車的設定是 它比E Class或S Class的懸吊更短 所以它更貼地 它短的話你換大輪圈 其實我說它對一般的這個機構 都會有一點點的影響 就是說它的壽命可能會減短 那它的懸吊有沒有被影響到 你這樣子開 我這樣開的時候是沒有 它的懸吊跟引擎跟什麼 我真的說日本車真棒 而且我還覺得說 佳姐可能都沒有開出去 不然的話應該是會有問題 我那打開引擎 剛才看到引擎這樣 乾淨到一個好像新車 就像新車展示間的新車 好 來 我們要進行 第二次的一個顧家號 請現場的所有的我們的 這一個機車達人 幫我們來見一下 這一台車子是在2013年 買170萬的CLS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來 龐德 還好啦 龐德只扣了15萬 小扣一點 好 來 龐德現在的價格變100萬 那那個寶哥還是不變喔 假AMG也沒有影響 100萬 維持100萬 給得還不錯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乃哥的 我們來看一下乃哥的一個價格 好 來 乃哥給予他年份是3顆星 外觀給予他4顆星 照顧得非常不錯 內裝也給他4顆星 那2014年的買入價格170萬 然後經過乃哥到外面去看過他的外觀 以及內裝 還有試過他的一個價值之後 給予他的一個價格 相對來講的話 所以具有參考價值的 限值參考價是120萬 相對來講的話 你跟那個蔡老師給的價格是比較高 其實我覺得買賣車都是 一是緣分 二還要看到你買入的價格 我說的買入價格 絕對不是170萬 因為以當時在2007年 如果是在2012年的 那時候的銷售 包括那時候的匯率 還有那時候 二代還沒有推改款 也就是說 他沒有受到這個影響的時候 那時候的價格 應該都有在180萬左右 所以我覺得佳節 我反而跟那個理事長的 跟保哥不太一樣 我認為他在那時候買170萬 真的是便宜 這還便宜 那時候應該可以賣到190萬 對 那所以我認為說 是因為這就... 為什麼折那麼多 只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新車款推出來 然後新車款的引擎 又加上了直噴系統 它更省油 馬力更大 它只有差別在這邊 佳節 你那個現在 如果說120萬的話 其實你這一台車是020萬